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渡阳 在美中上海谈判毫无进展之后 双方的动作是接连不断 8月7号 川普又打出一记重拳 正式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设备 还有服务等等 除了华为之外 还有中兴 海能达 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 在北京接连失信于华盛顿之后 进入8月 美方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连番出击这个速度之快 宛如一场积蓄了很久的风暴 美国国防部 总部管理局 还有美国国家的航空航天局 联合发布了这项过渡规定 调整联邦采购条例 以实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有关通讯和视频监控服务或设备的禁令 这项过渡规定是从8月13号开始生效 在随后的60天当中 美国政府将接受各方的评论 然后敲定最终版本 不过美国政府允许各机构 给予那些不存在安全问题的承包商 以定期限的豁免 直到2021年8月13号 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政府还要在一年之后 遵守另一项限制性更强的规定 将要禁止政府与任何使用华为 或其他被禁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签约 就是说 只要与华为等这些被禁公司有业务往来 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 过渡规定中提到的这个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 大家知道 去年在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 并且由川普签署成了美国的法律 出于国安的原因 对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等企业的通讯设备与服务 以及视频监控设备都做了一个很广泛的限制 今年6月 白宫预算管理局曾经向国会提出要求 希望多给两年时间逐步实现这个禁令 但是很快遭到了共和党鹰派人士的反对 发言人伍德声明表示 川普政府对保卫美国免受外国对手的影响 有着强有力的承诺 完全遵照国会的指示 另外大家注意 美方推出的这个最新的过渡规定 它不只是只针对这个华为 而是把中共几个高科技企业都给划入了打击范围 法新社表示 美国官员相信这些公司都跟中共的情报部门有联系 华为对中共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川西大阪会晤当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80分钟的谈判 北京只提出了华为这一项要求美方松松手 中方给出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呢 立刻采购美国的农产品等等 我们看到川普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说 有限度的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零部件 但前提是不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然而川普的善意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不仅北京没有兑现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而且重启美中谈判那个时间也拖了一个月才举行 而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谈判的不欢而散直接引来了一声惊雷 8月1号川普宣布 从9月1号开始对另外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关税 我们看到中共随即做出了一个报复动作 允许人民币贬值以对抗美方的关税制裁 纽约时报指出 破期这显示出北京当局准备让人民币持续贬值 券商考案政策分析师克鲁格对彭博社表示 如果用1到10这个力度来比喻的话 那北京的报复就是11 他断言 白宫会做出快速反应 贸易紧张局势会更快速的升级 我们看到克鲁格的这个话音刚过 川普就对中共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指责中共在操控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台政部随即也宣布 认定中共是在操控人民币的汇率 25年来 第一次把中方列入了汇率操纵国 有多方分析预测 从汇率战到货币战 下一步很可能要爆发金融战 但是金融战我们看到没有爆发 另一个风暴席卷而来 美方这个最新的过渡禁令 不仅打击了被美国已经掐住了脖子的华为 而且把中共另外四家高科技企业 也纳入了打击范围 一个华为就让中共已经够瘦了 像是被捆住了手脚 那现在又多了四个 更让中共陷入了被动 七天当中 美方接连打出三级重拳 每一拳都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中共身上 对美国的最新动作海康威视说 他们致力于遵守运营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发言人表示海康威视已经做出努力了 他们在确保产品安全 符合美国政府的要求 我们看到华为的发言人斯金纳是这么说 对美国的过渡禁令并不意外 他们会继续在美国联邦法院 就这项禁令是不是合乎宪法发起挑战 不过华尔街之报表示 尽管华为是要试图努力 但美国政府仍在推进 就是说 华为想对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进行挑战 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大家知道 今年三月 华为也曾做过同样的尝试 在德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 诉状说美国的决定是违宪的 指责美国通过立法认定个人和实体有罪 但美国回应说 有充分的国家安全理由来制定这项法律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从美中出手来看 美中之间似乎已经撕破了脸 这完全是因为中方接连失信造成的 唐靖远指出 尽管风暴猛烈 但美方还是邀请中方九月份来华盛顿谈判 对北京来说或许还是挽回的机会 如果北京仍然采取报复而不思悔改 那么很可能会引来美方更大的风暴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